同样跟应变有关,现在有好多企业纷纷喊话 希望能够自行引进快筛的试剂来提升公司的防疫能力 指挥中心总算点头同意开放了 但是要求快筛检验作业还是得由医事人员担任 那企业也必须依照相关指引 像是确保员工快筛阳心之后有隔离安置的场所 目前传出可能会让主客园区作为第一个快筛示范地点 抗原快筛检验耗时短在国内目前大量筛检作业中起了关键作用 许多企业也提出想启动快筛提升公司防疫能力 而指挥中心总算点头同意开放企业自行采购快筛试剂 但必须依照相关指引 像是要确保员工快筛阳性后有隔离安置的地方 也要追踪确认员工后续PCR检测情况 目前研拟可能会让逐科园区示范先行 过去指挥中心不肯松绑 主要是因为快筛有未因未阳性疑虑 看看相关数据 在疫情热区双北市77件快筛阳性个案中 至少有55起PCR呈现阳性 确诊率高达73%到75% 准确率高 反观桃园及台中市数据变化大 在双北以外的地区可能特别要针对 就是有这些接触史或者是有这个疑似症状 来做筛选的话 比较容易可以在快筛当中 来找到这个阳性确诊的 快筛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在 不过它有它的一个使用上要必须要小心的 企业快筛有谱 但相关指引细节还需要经过指挥中心审查 确保快筛的有效性 也避免专业医材遭到滥用 记者最后报道